事故的台部分呢 是有可能是經過我們手殘 然後造成東西的損毀 或是出什麼意外之類的 我要開囉 我要開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還記得上一次我們事故台 不是事故台 是事故的台 我們成功了把這台Switch的電池更換回來了 它現在已經沒有變胖了 可是因為它的背殼 我上一次有跟大家說 它這個上面的螺絲斷掉了嘛 大家還記得這件事情吧 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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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重頭戲就是 欸 來了 終於出現了 貝殼 我訂的新的貝殼 終於 終於抵達了好不好 它終於到了我的床 其實它已經到很久了啦 那只是因為我一直沒有找時間 做一個開箱來維修 所以我決定今天 除了開箱它以外呢 我會順便把它裝回去 因為上一次這個事故的台 那個裝電池 最難的部分已經結束了嘛 所以拆貝殼其實一點都不困難 好 所以我們今天二話不說 馬上來做開箱 好 東西到手 那這個今天我們用剪刀好了啦 之前用 都用美工刀開 現在還用剪刀 有什麼特別原因嗎 沒有 因為我找到美工刀 所以 我只找到剪刀 所以 就用剪刀 好 這個箱子 我現在有點擔心 因為這個箱子看起來有點爛 我是在淘寶上面找到的啦 找到了我覺得很好看的貝殼 但我現在有點害怕 因為呢 事故的台部分呢 是有可能是經過我們手殘 然後造成東西的損毀 或是出什麼意外之類的 但 也有可能事故本命 所以 東西寄來的時候就壞掉 也是有這個可能 我要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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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緊張喔 有點緊張喔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5 5 5 這個是什麼 Protect Protection for God 哎呦 欸 他還送我 我買貝殼 他還送我 螢幕保護貼耶 欸 我本來只有下定貝殼而已 啊 還送我螢幕保護貼 賺爛啦 賺爛啦 因為我的 我的那個螢幕保護貼 當初就是六年前買的 然後順便貼上去 哇 我現在真的是 e game legal 還9H耶 他還是9H的耶 哇靠 真的算爛 好 這就是貝殼了 大家應該很好奇 我買什麼貝殼吧 來來來 這個齁 是 當然是副場 蝦皮 不是蝦皮買 淘寶買是副場的嘛 然後呢 官方原廠還沒有這個圖案 我來看一下 我現在很緊張 看一下 來來來來 是這個樣子 來來來來 來 大家看看 斯普拉頓3 純白的 我要把它拆開來給大家看 喔 有有有有有有 喔喔 不錯不錯不錯耶 大家有看到嗎 因為它純白會有點反光啦 這樣 這樣大家應該有看到吧 看到 很漂亮 這樣是不是沒有反光 這樣 這樣大家是不是近看比較看得到 這樣 這樣大家是不是近看比較看得到 欸 超讚耶 質感 不能說是超爆好啦 但是我覺得已經非常不錯 而且 它有一些 嗯 買來的時候 其實下面的網子是沒有 但它這個是附網子 欸 不錯喔 而且它摸起來是滑滑滑滑滑順的那種 手感 手感摸起來滑滑順順 欸 很不錯耶 我覺得我賺到了 這個開箱部分現在目前沒有問題 完成了 那東西就這樣 有殼 有貝殼 然後送了一個 寶負貼 超爽 然後 還有送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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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組 也很爽 好 事不宜遲 我們收拾一下 馬上進行 馬上進入手術房 幫它換貝殼 GO 好 好的 我們目前呢 把我們的這個最原本的Switch拿出來呢 然後呢 我們現在這邊也準備好我們的這個貝殼了 我們有Switch 我們有貝殼 然後還有這個對方大好康送的工具組 然後還有一個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買了一個貝殼送了工具組 然後又送了 這個保護貼 我發現它這裡面有一個Y字跟一個十字 然後還有一個鑷子 那我們就不用拿我們自己的工具組 我就直接用它 對方送上門來 怎麼可 喜有不用的道理對吧 而且你看它就是橘橘黃黃的 超適合我們這種虛滑的直播組啊 欸我看一下喔 這個是Y字的 這個十字的 好 我們夾這個夾子拿來夾那個小螺絲 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 我先Y字的先拿出來 我先看一下 我記得我上一次差點滑牙 所以我今天要 我今天一定要特別特別小心喔 好 第四顆順利轉出 然後這邊 啊 靠 啊 上一次掃的那個SD卡的這個插槽 我根本就沒有接 靠 我這個白癡 我這個根本沒有鎖欸 好 然後 欸十字的齁 我們要把就是左邊右邊的全部都拆掉 好接下來是上面 上面 上面就是斷掉的 下面有兩顆 然後這裡兩顆超級小的 然後總共十顆 左邊右邊的我們把它分類分好 我上次超白癡 我上次不是有用 說要拆電池要用吹風機嗎 其實我開吹風機的時候 我把所有的螺絲全部都吹走了 然後吹完之後 我自己覺得超傻眼 好 現在我這邊的殼已經全部都拆起來 所以我左邊用兩邊有排線好像要小心 然後 它這個上面這裡 其實要輕輕的用指甲把它尻一下 它就可以打開 尤其是這邊 這邊有一個卡榫 好 拿起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即將汰換掉的 貝殼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 它這裡有一個十字形的螺絲 這個就是我們要拆下來 把這一塊拆下來 這樣我們才可以換回上面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先把我們的機子拿到旁邊去 這有兩個十字喔 好 好 拆起來了 就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就是它那個裝置 好 現在正式把舊的貝殼 完整拆下來 欸等一下 這裡還有一個這個 這裡還有一個這個 好 卡牆的蓋子也拿下來了 那目前看起來這個舊殼上面已經沒有任何的裝置了 我們就是 感謝它 拜一下它 感謝啦 謝謝 應該把它翻過來 好 謝謝 辛苦了… 陪伴我們這個六年多的時間 辛苦… 心殼… 真的是… 唉… 真的是讚 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 六年多的時間 好 我們要先幫它做一點事情 我們要先把 舊的東西放上去 因為它這個是新的殼喔 它的洞的那個螺紋還沒有很… 還沒有很… 就沒有被用過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要自己換再鎖的時候 小心不要太用力 到時候你把它弄出一個 不小心滑牙或是幹嘛 它就白白 尤其是買附長的很容易 就是滑牙 就你那個鉤啊 鉤被你弄壞了 所以要… 小心 就是要溫柔一點啦 溫柔啊 好 然後把這個附長殼放好 把它這個裝置拿回來 好 然後我們有三個螺絲 兩個十字跟一個歪的 它剛剛我要鎖的時候鎖不太進去 它因為可能洞有點小 所以就要小心一點 這樣可以嗎… 這樣是對的嗎 我有沒有鎖錯 這樣可以嗎 欸 欸 它怎麼好像出不來 欸 為什麼 喔 有了… 它很卡啦 很緊啦 嚇我一跳 嚇死我了 喔 可以可以可以 雖然說這個上面這黑的有點可惜喔 可是因為 我也不知道它買的時候沒有附 它這個不會附白色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啊 就是… 我喜歡衝突的感覺喔 但這樣 OK OK 好 可以 因為它是新的殼 所以這個很…這個很緊 是很合理的 好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我們的 貝殼裝回去 OK OK 小心… 我好像差一點把Joy-Con的線弄斷 差一點 大事故 這個裝回去就很簡單喔 你只要對好它的那個孔位 把它卡進去 好… 掰掰 哇 讚…讚啦 讚啦 白色就是好看 好 欸 我們可以先 把邊邊的… 十顆螺絲鎖去 好 欸 好 然後其實我在主機旁邊有黏了一塊螺絲 就是我在我自己的貝殼上面黏了一個螺絲 我就是… 之前我跟你說 之前我跟大家說頂部斷掉的那個 我現在終於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解… 它可以解封了 解封了 它可以回家了 終於可以回家了 終於可以回家了 好 這是頂部的螺絲 來 給大家看一下就是這個 之前斷掉的就是這個螺絲 好 鎖好了 好 下面兩顆 下面這兩顆的那個螺絲的紋路非常的小 所以在轉的時候真的要小心 轉太大力了 我覺得它就會滑牙 它就崩牙了 好 剩下四個Y字螺絲就大功告成啦 真的不是我在說 這個Y字螺絲真的很危險 我…我其實有幾個地方我不太敢鎖太緊 我很怕我之後如果要拆 拆不出來就完蛋了 好 欸 記憶卡 這個真的很緊耶 等一下… 哇 很緊很緊很緊 哇 哇 真的很緊 好 這邊其實有個螺絲 好 我要去找一下 我要去找一下 好 那我找到螺絲包了 螺絲包 我看看喔 好 鎖進去了鎖進去了 可以可以可以 OK OK 來 記憶卡放回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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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的貝殼現在目前已經大功告成啦 等一下 先把這個工具擺好 這樣拍起來比較大功告成啦 讚… 欸 這個 這個真的… 真的漂亮… 它這個殼齁 這個… 哇 等一下… 它應該… 它這個 真的不是我在想 它真的很難… 它這個缺點就是它這個… 下面這個真的滿難開的 要小心的 要不然可能會斷 應該這樣吧 這樣子有沒有 這樣…這樣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真的很讚耶 我…其實我本來想要買 薩達傳說的殼 但是我就想說以這個長遠的耐久度來看 我覺得… 比較虛滑來說 斯普拉頓看起來比較虛滑 然後我覺得非常非常非常不錯 接下來呢它還有一個 送一個這個保護貼嘛 欸…不然我們就來貼看看好了 來 我先來準備一下酒精要擦拭一下 我們就是作為這個專業包模 我們肉鋪包模呢 今天我們要來包一個就是鋼化玻璃 我們幫客戶包一個鋼化玻璃9H的玻璃殼 我們先來示範一下給大家看的 大家稍等一下喔 好… DIY包模需要做什麼事情 我先跟大家講我不是專業啦 我不是專業 我只是有自己貼…貼過保護貼啦 現在其實…這個坊間其實有很多 已經有辦法讓你自己貼保護貼了 貼保護貼呢首先… 要先把舊的撕下來 通常用指甲摳一個腳 就可以把舊的這樣撕下來 撕下來之後 就把它丟到一邊 正常來說 拿酒精… 拿酒精… 其實應該用棉布啦 但我用衛生紙啦 我比較… 那個一點 輕輕的給它擦過去 擦過去 然後… 擦過一次就要換一張 要不然那個棉屑可能會在 然後再給它這樣擦過一次 然後眼睛看一下 眼睛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奇怪的棉屑 什麼之類的 如果沒有的話… 好…現在已經清乾淨了 清乾淨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 9H的這個… 拆開來看看 看一下它是有多厲害 喔… 它其實靠… 裡面其實就已經有附… 裡面通常都會有附啊 氣死… 然後通常都會有這個給你黏… 就是… 給你黏在… 你就黏一些髒東西啊 然後… 或是黏那個保護貼 讓你比較好貼的啦 好… 然後本體出現了喔 這個… 鋼化玻璃的這個保護貼 是有點厚度的喔 然後通常呢 它這邊都會寫這個… 什麼… back… 這個是要黏在後面 等於這一張撕起來是要黏在後面的 所以我們要把它轉過來 好…等一下我現在… 有點緊張 等一下… 又有一些綿穴 其實這真的要在那種無程式才行耶 好 我要黏了 因為剛好玻璃比較厚 所以其實你可以撕起來 然後… 然後先黏一邊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 它裡面這裡有沒有 你可以去把它… 拿這個鑷子喔 它送的這個鑷子把它夾出來 右邊要壓好 然後它自己應該就會這樣 浮…的踢過去了 黏的時候有時候會有氣泡 你就給它壓一下 把氣泡擠出來應該是可以 應該就可以了吧 通常都是這樣不是嗎 應該可以吧 哇 我的這氣泡擠不出來耶 好 完美 堪稱完美齁 貼得非常好 非常完美 已經完成了齁 讚 不錯耶 今天這個世故台 世故的台都很good的耶 是不是 是不是很完美啊 超讚的啊 好的 OK 我們已經結束了我們的這個手術房的部分 那今天呢 非常的順利的把這個舊殼 所以取的這個舊殼喔 官方的舊殼已經使用了六年時間的舊殼呢 順順利利的將這個SD卡 這個…這個扳手的這個部分 這個算扳手嗎 這是支架的部分順利拆下來 然後上面的這個卡帶的蓋子也拆下來 換上呢 我們在這個網路上買的副廠的殼 那我們這一次呢使用的是 司法頓3 特試機上面的土樣啦 那當然副廠呢 他把它做成了白色 那我覺得其實也滿不錯的 就是… 畢竟買不到特試機 然後殼又出了問題 那我們竟然可以給它一個新的… 新的樣子重生也不錯 啊 在淘寶上買…買殼 還送鋼化玻璃貼 然後還送工具組 真的是…真的是算得爛 我真的覺得是算爛啦 所以就是太好了 雖然…雖然說我平常真的不太把這個機子帶出門 可能少了一年大概兩三次吧 但即便如此 他竟然受傷了 我幫他換了一個貝殼 他重生了 對我來講我的心情上就是不一樣 就是很開心 他現在可以回到他的家了齁 裝了鋼化玻璃 結果因為太燙不太好進去耶 其實有點好笑 總而言之 今天試Good台的部分 換貝殼大成功 還有鋼化玻璃貼鑽爛爛了 好啦 我們之後呢 應該還會有各種不一樣的試Good台啦 不一定會在主機上可能會有一些手作的啊 什麼3D列印之類的 不一定啦 反正就是 東西如果壞掉 又想要自己修 又想…又很調皮想要自己修的時候 試Good台就會出現 或者是說 我們有可能譬如說 在直播想要調整譬如說4K啦 或者是譬如說做不一樣的東西啊 我們可能這個試Good台就會出現 總而言之呢 非常好玩 我覺得非常好玩非常有趣 大家又喜歡 這個應該是可以長期來做的一個項目啦 好的 那今天呢 試Good台的部分呢就到這裡 告一個段落啦 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圓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Silentiv1 有本ро com 市集團 東 knocks blend af尼 180 5